欢迎大家来到我频道 今天我教大家如何修剪枇杷树 现在呢 我后院这边种了一棵枇杷树 现在只有可能三尺高这样子 现在呢 我们要把它修剪一下 让它一个造型 另外一个它长得比较快 到时候就是比较快容易结果时 现在我们开始 这里你看一下 它很多分叉 它把就是你看旁边这些枝 已经很茂盛 因为这些那么小颗 就必须要把旁边这些 这些下面这些 下面这些要卷掉 然后留一个主干上去 它很快呢 就会结枇杷 它长得很漂亮 很壮实 现在我把这一只 这一只不要这一只 要把它剪掉这一只 旁边这一只也不要这一只 它太短了 它一直再加装 它不太登录 它 Harp 它很像5个 它兽的 它兽的 那它也不太捺 它不太穿 它不太顺利 它不太穿 它就为啞 它不太穿 手 一起補充 你看一棵枇杷树这样就修剪好了 因为这样子它留一个主干上来 那旁边这边接受养分这个阳光 它明年的时候这棵就应该可以结枇杷了 你看就这样子是不是 就留一根主干上来 这样子要分叉 其他是不是 下面这些不让就是留一根主干上来 还有其他三根横枝 这样子的话 就会很多 很多时呢到时候 明年的时候会长到很多那个枇杷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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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